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来2023年的11月16号 他们是在客场0比5输给了韩国 11月21号在主场1比3赋于泰国 这球中锐有机会停 最后这一下张云宁的停球 正好停到了后卫过来的方向上 这难多包括五两 就能形成一个三个人的进攻局限 谢风飞还是走右路 身后有人接 谢风飞给过来 往上远传起来 投球 漂亮 开场10分钟 中国队是由右边路的传中球 给吴磊找到了进球的机会 这个投球顶得也是非常的轻巧 没有发力 甩头顶向了远点 在进门之前 这球是在手面面前有一个弹地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今天中国队的几个左脚的队员 集中在对方防守的左路 也就是我们进攻的右路来活动 无论是谢风飞还是飞南多 在凑的坚硬队员 我们看 把对方压缩进去之后 外围出现了空刀 交给了后插上的王上远 王上远的这个传球 传的落点非常好 而且也很舒服 吴磊破门了 吴磊打进了自己代表 中国国家队的第三十三个球 这个投球顶得不用发力 因为队友传得很舒服 而且对方的防守已经漏人了 所以吴磊只用选择 轻巧地蹭到皮球 让球的线路发生改变 对对方守门员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中队在客场领先了 哈伦哈里斯 素子里曼 这个传中球有点勉强 外围来一脚 低射 这个球 没有打得太有威胁 张立鹏 谢鹏飞 传进来 好机会 手边出击打了一下 这个球新加坡队的门家 哈桑桑尼 这个出击很关键 连强多要调整到自己的左脚 后点 手球 无垒的凌空扫射 是打在对方的胳膊上 主材判是做出了非常清晰的 手球的手势 并且是黄牌 警告了新加坡队的四号 右边后背 纳扎里 在侧身 做封堵动作的过程当中 胳膊仰起来了 他这个动作 是不是得故意用手去击打球 不好说 但是按照现在的规矩 年过三十的老将 出生于1991年的2月11日 已经是33岁 不 陈汉伟还过来 跟吴磊儿语几句干扰一下 看来陈汉伟的汉语还说得挺溜 他本身应该就是一个中国籍 从名字和项目上来看 就是中国语 华语 华语 还在这嘟囔 吴磊自己来主发这个战轴 来 诶 诶 我觉得手边是提前离线了啊 因为吴磊有一个停顿之后啊 手边好像提前离线 嗯 是不是 我感觉手边先离线 我觉得他是有先出门离线的那个嫌疑 新加坡队传到后点来 直接打门 这个球是新加坡上半场最有效的一次进攻 也是最漂亮的一次进攻 也是向队员抱以掌声鼓励 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凌空的 人员的脚下拿球的时候 让对方的防线往前提一提 但是新加坡队好像比较笃定 他们的这一套稳固防守的策略 不怎么往上来 尤其是后方线上的四个人 菲南多来了 给他控当了 菲南多给 好机会张玉宁 这是吴磊 张玉宁是在前点 打门 有捕射 跟进 球进了 吴磊 弥补了自己刚才错失点球的遗憾 现在呢是为中队取得了进球2比0了 虽然在不久之前 我得错过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但这次补射 他在门前的嗅觉 捕捉的这种战机的能力 还是像有点过分 是不是在中途有变现 看不太清 感觉上应该是碰到防守权 有点变现 所以守门压哈桑虽然是扑到自己右手边 但这个球的线路呢又靠左了 他只能下意识地 用腿挡了一下 这一下呢把球就漏到了门前最危险的区域 这个球应该是在谢鹏飞外围左脚射门的时候 新加坡队中场休息的时候 换下去的两个人分别是6号库玛尔和2号苏兹里曼 看看张维宁越位了 这个球越位了 助理裁判这边已经举棋了 新加坡队看看这个机会 中队三个后卫 这球让新加坡队破门了 这是新加坡队替补登场的时候 法里斯拉姆利 他这脚射门看起来速度并不快 但是角度要得很凋 蹦蹦跳跳地打在了远端的立珠内侧弹进了球门 比赛的第53分钟新加坡队颁回一分 1比2 替补登场的法里斯拉姆利 这个球呢 他被中队的三个后卫给盯住 其实中队已经把他的身体朝向挤向了 偏向球门的范围 应该说他刚才的位置应该不太好了 最后射门的时候 当然他运气也不错 这个球呢是打在中国队防守队员的腿上有一个差力 吴磊 李元一扣了一下 有机会 打门 这脚球处理得还不错 虽然最后打高了 但是李元一处理的还是可以的 利用队友的跑位拉开了对方的防守 让防守队员跟自己的距离更远 这样有射门的角度 对着中队张雨宁的拿球 但陈汉伟呢 自己的情绪可能控制稍微有一些差池 吃到了防盘 而且他情绪一直还没有平复下 再加上嘴唇已经受伤了 所以主教练把他换了下 看看这个球 新加坡对打门最后这一脚 打得没有力量 前面的处理还是不错的一个小动作 缓开了费南多 又是来自8号沙阿 沙西南 教练员应该都还有一些想法 都不满意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中队现在只有四个人的后卫线 范里斯 传球 非常关键的一个投球 非常关键的一个投球解雷 外围再打门 门前的混战 对方还有 再上门囚禁了 新加坡对将场上的比分 搬成了2比2 81分钟 这是中队刚才防守当中 刚刚换完人之后的一次 中场的丢球 结果呢 让对方替补登场的5号 马勒 打入了扳平比分的进球 比分变成2比2 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这是替补登场的中后卫马勒 刚才那次进攻当中 中队在第一波防守上 带进区里边 没有解围出去 刚才中场丢球之后 来不及回来 第一下的解围 已经非常的 极限了 外围的射门 蒋光泰挡了一下之后 在混战当中 马勒破门 这个球马勒打得非常的干脆 将球打进了上脚 朱晨杰在第一点的解围 其实已经是极限解围了 之后呢 这球一直留在了中部队的禁区里边 形成了混乱 球始终没有被踢出去 这样的话 那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 2比2 找菲兰多 很好的一个拦截 新加坡队打反击 朱晨杰 控制住第一落点 刘洋 新加坡队员其实有犯规 但是财派示意有力进攻 让中部队继续踢 往前带 给过去 这个球呢 C的埃克森的脚下 距离支撑腿比较近 所以他想顺势领一下的时候 球没有挺好 下坡队这个人球掉到后点来 第一点中部队顶到 外围的射门 进去内的混战 手边挡了一下 最后把球拿到了 手边手抛球快攻 但是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埃克森顶了一下 菲兰多 再往回钩 这个球力量又大 内部队的反击 宋宇荣刚才这个球停到自己身后 把一个快攻的局面给浪费掉了 新加坡的好几个队员呢 其实都有点一拳一拐的 感觉都快抽筋了 再给埃克森 埃克森横传 进去里头停到球 没有办法射门 再交出来 埃克森 再传进去 球速有点慢 这个球球速有点慢 售门员把球给没收了 今年40岁的哈桑桑尼 这个时候主裁判 埃文斯名胜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 中国队在曾经两球领先的情况之下 最终是让新加坡队扳平了比分 2比2 是双方握手言和 各取一分的结果 中国队呢 在历史上上一次 没有战胜新加坡 上一次输给他们 是41年以前 在那以后 中国队在历史上 十平两副 面对新加坡的 12场比赛都 对新加坡队扳平均